代表高宏安在新竹市府内接见外宾 还是陪着高市长哀悼228离内者 秋神远接下民众党不分区立委之后 跑到新竹当副市长 立愿前同事高宏安市政业务手把手带着座 手把手 我觉得这个是很 其实有必要要快速的让秋副市长 了解市政建设状况 这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那秋副市长他自己本身在市政府的行程 也都排得非常慢 至现在高宏安官司缠身 最快北院一审7月就会判刑 一旦一审贪污有罪 依地方制度规定将被停职 届时秋副市长真的可能成了秋代理市长 这也是不得不的选择 因为柯文哲现在跟他渐行渐远 然后柯美兰现在虽然在新竹 可是他跟高宏安彼此也没有太大的信任关系 近代法院调查 就让高市长好好的处理 身为白营唯一一名地方首长 新竹更是党主席柯文哲老家 官司牵动民众党2026地方补局 是高宏安选还是秋成元选 这一局对民众党2026都不太乐观 如果没有的话 只剩立法院八期的非常少数 那甚至连这个地方首长都没有 那对柯文哲选2028那个是难上加难 令党团也得尽快补习人力缺口 杨宝珍离开后白营在人力银行网站上 招募党团法案和文宣副主任 整个党部在扩边 党团也在扩边 所以呢我们除了从内部来考量 内生之外 其实也希望跟大家招手 放言2028大选 柯文哲若不想再当老三 从地方党务到党团 亲自督军力拼整队再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